其實處理個個案 不只是只有在教育現場可以處理 其實學生的很多的適應不良問題 或是其他一些你可能看到的行為問題 都是一個整個大系統的問題 包含他的家庭 他的環境 還有學校的教育環境 所以我覺得如果只靠 學校的輔導老師處理 我覺得那是不太容易 可以馬上有改善的 我覺得家長也不是說他不願意處理 他可能有很多的 自己也需要一些被心理上的支持 或是他也需要一些資源來介入去幫助他 他才能夠幫助孩子